我离婚九次每次都找同一个律师 第十次律师顾倩直接将离婚协议甩在我的脸上 我是你第一任前妻但不是你的专属律师 不要一离婚就找我 我看着女人挑眉微笑 怎么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客户啊 我能投诉你吗 顾倩瞥了我一眼依旧面无表情 我们律所有很多优秀的律师 专门打离婚官司 你没必要每次都找我 可我就相信你啊 我盯着他一脸真诚地说道 最终他扮下阵来 身份证 户口本 夫妻双方有没有生育子女 财产如何分割 我冷静地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没有子女 没有婚后财产 我是过错方 我精神出户 顾倩敲键盘地手停了下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压一幕 第十次了 陈安你到底想要搞什么 这一年你已经离了十次婚了 每次你都是过错方 每次都是卡着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你把婚姻当作儿戏吗 我盯着他真诚地问道 我犯法了吗 没有 那不就行了 男欢女爱 结婚还是离婚都是我的自由 跟你有关系吗 顾倩盯着我表情微微凝固 没关系 但我也是你前妻之一 你觉得每次都找我合适吗 不合适吗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我歪头笑咪咪地问 他没理我 将打印好的离婚协议扔给我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承你急言 我拿起离婚协议起身离开 而律所外面的跑车旁边 正等着一个年轻女人 她穿着一身紧身的棒球服 悠闲地盯着我 她是我的现任妻子白佑威 男工集团的二小姐 性格火辣 热情直爽的妹子 但她即将成为我的前妻 她问 搞定了吗 我挥了挥手中的协议 OK 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就结束这次婚姻了 她接过协议看了看古怪的 我还以为你会找借口 不愿意离婚呢 就像以前缠着我的男人一样 寻死你活地说爱我 非我不娶 我看着她露出职业化的微笑 请不要侮辱我的职业道德 这是我应该做的 离婚冷静期间可以再联系我 白佑威撇了撇嘴 似乎有些失落 算了 这次谢了 要不是你帮我 我又要被家里的那些老古董 逼着去相亲 嫁给我不想嫁的富二代 我拍了拍她的脑袋 放心 离婚的事情 我暂时不会说出去的 但是能瞒多久 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没错 我是个职业丈夫 我接洽的客户 大多数都是高端人群 单身 多金 但不想结婚 又因为各种缘故 不得不找人结婚的 这个时候就轮到我出马了 我替他们扮演好一个完美丈夫 先签下婚前协议 他们是成之后在办理离婚 并付给我丰厚的报酬 只谈钱 没有半点多余的感情 我正想跟我的现任前妻说白白 结果一抬头刚好看到路边停了一辆豪车 上面下来一个上身黑色衬衫 下身浅灰色西装裤的男人 他看到我也微微一愣 因为我们的穿着打扮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最近极为流行的高端商务风 不过他是大牌限定我是菜市场高仿的 他瞥了我一眼 嘴角勾起嘲讽的笑容 我认识他 顾倩搂入怀里 宝贝我等了你好久 发消息你没回 我直接来找你了 你不会生气吧 顾倩高冷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走吧 我刚处理完工作 咱们吃什么 李亦凡却没有说话 只是将目光瞥向我似笑非笑 你那个窝囊废前夫又来纠缠你呀 我说怎么不回我消息了 他的声音说大不大 刚好我们四个人可以听见 我跟李亦凡认识这是不稀奇 毕竟我们是同一个异笑出来的 他出道极巅峰 迅速成为当红一线小生 而我因为跟他有五六分相似 在他火了之后 就成功变成了他的替身 甚至我跟顾倩那段离奇的婚姻 也是拜他所赐 他是顾倩的初恋男神 我是男神的替身 顾倩当年跟他谈恋爱 在学校闹得疯疯呼 后来他出道火了之后 怕影响星途果断甩顾倩 顾倩为了刺激李亦凡 盯上了我这个李亦凡低配版 跟我结了婚 我被蒙在鼓里好久 直到这两人经过这样那样 不光婚内出轨 还带回家里刺激我 最后顾倩大方帝 分给我一半财产 甩了我这个低配版丈夫 投入高配的怀抱 他这个骚操作 打开了我的任多二脉 我一琢磨 既然替人当丈夫这么赚钱 替一个也是替那我就替十个 这可比替身演员赚多了 此刻顾倩扫了我一眼 又看了我身旁的白又威一眼冷冷的 他是又来办理离婚的 又比一反比一的看了我一眼 又盯上了旁边的白又威 发出嘖嘖的两声 被点名的富婆白又威一脸猛逼的挑眉 随即摘下了棒球 冒露出了一张艳丽的脸 一把挽住了我的胳膊 也是 我也就平平无奇的身价摆一把 尚不得台面 话说前夫 离婚分给你的五十亿准备怎么花呀 我差点都忍不住给白又威点赞 这话的杀伤力太强了 李一凡虽然是大明星 但也就是这两三年活起来的 他家境一般 完全是靠自己的脸一天改命 前不久才在媒体前面放出豪言壮语 他从不攀附豪门 因为自己就是豪门 但他这个豪门身价 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亿 我知道白又威是在给我撑场子 我立马顺着往下装 先买个游体 然后再买个私人庄园 再包下某个娱乐公司当老板 专门让某个当红明星当我的替身 白又威认同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还知道发展事业没有玩物丧志 看来我对你的教导还是有用的 果不其然 李一凡脸上的微笑 肉眼可见地僵在了脸上 他扫了白又威一眼 不知道是不是认出了白又威富婆的身份 冷呵呵地笑了两声 他还是有点演员的素养在身上 他看向了白又威 表情瞬间从咄咄逼人变成了温柔绅士 这位美女你可能不知道 陈安她就是这样的人 钱对于她来说比感情重要多了 你可要小心一点别上当了 说着她装模作样地甩了甩刘海 故作潇洒地搂紧了顾倩 我订得餐厅时间快到了 你你我们走吧 不要为了无关的人坏了好心情 走之前她甚至上前要白又威的电话号码 这不是当面给顾倩戴绿帽子吗 我似笑非笑 白又威摇头晃脑 别这样大明星 我是有家事的人 现在还离婚冷静期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丈夫 李一凡最后铁青着脸走 顾倩的脸上也不好看 他盯着我几次欲言又止 最终两人开着豪车绝尘而去 我转头朝着白又威摊开手 前妻刚刚答应我的五十亿还做数吗 他向我积了个掌 撒娇地说道 人家哪有五十亿 说好的两百万劳务费 能不能分期付款呢 得 遇上一个比我还会装逼的 不行 不能拖欠 一分也不能少 少了我就去你们家一哭二闹三睡觉 其料他比我还厚颜无耻 要不咱们假戏争作 我的钱就全都是你的 你要不要考虑下 他一脸害羞地看着我 我立即推开了他 这是另外的价钱 我可是个有职业道德的搞钱事业配 别以为这样就能赖掉我的劳务费了 跟白又威分开之后 我立即去了银行 没有过多久 白又威就把两百万酬劳转到了我的卡上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数了一下卡上的余额 很好马上就能实现我的第一个小目标了 很快我手机上就又接到一个电话 上面显示九号前期的来电 你好陈安先生 周六晚上八点有个家庭聚会 需要你出面一下 酬劳还是老规矩打你卡上 九号前期是一名一流的外科医生 名叫沈竹心 三十二岁 是个成熟温柔的郁姐 因为常年忙于工作无心谈对象 同样是躲不开家里的催婚 于是找到我扮演他的丈夫 我们上个月已经办理了离婚 不过离婚后半年内 我都有义务随时扮演他的丈夫 直到合同到期为止 业务还是很繁忙啊 我将顾欠跟李亦凡的事情抛之脑后 女人只会耽误我赚钱 没错 我一心只当搞钱人 周六晚上我换上了一套非常休闲的装扮 虽然日常但是价值不菲 必要的投资还是需要的 怎么样也不能给雇主丢脸 沈竹心工作很忙 他轻微社苦 喜欢安静 有洁癖 所以我自己打车到了他所说的地址 他穿着一身休闲的白色外套 身形凹凸有致 嫣然的容貌戴着一丝清冷疏离 刚靠近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装扮 很好 也是白色的 对于洁癖患者 除了白色 其他颜色对他来说都是脏的 他见到我微微汗手 然后很优美地伸出手 我看着他手上干净的白手套干笑了两手 套上了提前准备好的手套 沈竹心皱起的眉眼瞬间舒缓了许多 他挽着我的胳膊走进了 坐落在豪华地区的欧式小洋偶 说是家庭聚会 但是里面少说有三四十人 而且早就落座 这就很尴尬了 最后来的都是被公开处刑的 我刚落座沈竹心母亲身旁的一个富太太 就开始发难 竹心的老公还真是难等啊 平时也不出来跟我们聚会 听说也没有工作 你天天都在家干嘛呢 在家干嘛 在家数钱呢大姐 我的时间可以按秒计算的好不 沈竹心皱着眉盯着那富太太 我面上不动声色道 竹心天天工作忙到很晚 我作为他的丈夫 自然应该照顾好家庭 同时丰富自己的思想层面 不工作也只是为了 更好地照顾竹心的生活 前台词就是 别人家的事情你少管 我老婆乐意养我这个小白脸 富太太被我对了回去 将在原位 我伸手按住了旁边沈竹心的手背 老婆我说的对不对 沈竹心脸上难得多了一抹笑意 亲爱的说的是 本来场面十分和谐 结果这时就出现了一道尖锐讽刺的声音 那不就是全职主夫吗 那陈安先生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吗 还是光靠沈女士养 这不就是窝囊费吃软饭吗 我抬头一看竟然是顾倩 他旁边还戴着李亦凡 两人一个西装一个豪华礼服 顾倩盯着我的眼神越发的冷恋 我倒是没有想到 沈竹心的家庭宴上会出现顾倩 这不符合沈竹心提前 给我准备的宾客名单啊 沈竹心跟我解释 顾倩是他母亲公司 高价聘请的法务律师 估计是横讨他母亲喜欢 所以才会邀请他来家庭聚会 我干这一行一年半 头一次遇到两个前妻一起撞车的 不过没事 不慌 我脸上挂着笑容 下意识地靠到了沈竹心的身边 老婆 我是不是太没用了 不能挣钱养你 别人才说这种闲话 沈竹心倒是个合格的东家 他淡淡地开口 自然是有别的收入了 但我老公私下的产业 就是小打小闹吧 比不上各位 就不说出来让大家见笑了 顾倩冷喝了一声 落座之后并没有打算 就这么放过我 是关于哪方面的投资呢 说不定我能帮陈安先生分析分析 他一口一个陈安先生 好像就怕在场的人 不知道我们认识一样 就连我身旁的沈竹心也察觉到 他握住了我的手 眸光担忧地看向我 认识 岂只是认识 我的一号前妻啊 把我送上这条路的大功臣啊 顾律师是个合格的律师对吧 应该是有职业道德的 怎么跨界做投资了 我盯着顾倩 心想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眼底似乎有些妒忌 但倒是没说了 但他身旁一直没有讲话的 李一凡可坐不住 他好歹是个大明星 可在这群父太太身边 一点明星光环都没有 急需找个存在感表现自己 他此刻见到我又 打亮我身旁的沈竹心 然后夸张地惊讶到 啊 全安 不对啊 我记得前几天才看到 你出现在妮妮的律所 弄离婚协议 怎么今天又成了 沈竹心老公了 妮妮我最近拍戏 是不是拍糊涂 你告诉我是不是我看错了呀 一句话激起千层浪 所有人的目光 都八卦地看了过来 就连我身旁的沈竹心 身体也微微僵硬 他好看的眉头皱起 妈撒着手腕 雇主生气了 这下子不妙要穿帮了 我秃弟站起身来 盯着李一凡自自气血 李先生 不知道你说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身为一个明星 应该斟酌一下 自己每句话说出来的影响力 我跟竹心结婚一年多 虽然不经常出席 但也不允许别人 来挑唆我们婚变的事情 李一凡盯着我猛了好一会 很快反应过来 他得意地弯起嘴角 昏变 岂止是昏变了 你都换了个老婆了 还在给我装什么 糟糕 却活不上当 存心想要搞我 沈竹心的父母 此刻也从猛逼中缓过神来 怒道 这话可是真的 李一凡得意地抬起下巴 假惺惺惺道 沈女士你们不要太过于生气 我跟陈安这人认识 她是我大学同学 你们可能不知道 她的光荣伪迹 还在学校的时候 就被高利贷地找上门来 她起码从我们学校天台 跳下来的 你们说这样的家庭 能养出什么好人 我后来看她可怜 让她当我的提神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她竟然都当女制片人 想靠身体上位 拿着角色呵呵 陈安 还需要我说下去吗 别再骗大家伙了 李一凡看好戏地看着我 脸上越发地得意 瞬间 所有人鄙夷的眼神 都放到了我的身上 就如同当年那样 我缓缓地笑了笑 握紧了手中的红酒杯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没吭声的沈竹心 突然站了起来 她伸手按住了我的手背 顺势贴在了我的怀里 淡定地看着众人 各位抱歉 我最近跟我先生 确实是起过一些争执 但从未想过离婚的事情 没有想到会被有心人 用来挑拨 我很抱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该带她回家宴 让她被有些人 污蔑蒙受不白之冤 说着转头 眼神认真的看着我 老公 让你受委屈了 我感动得差点哭出来 顺势一把将她搂入怀里 惺惺作态地掉几滴眼泪 实则激动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尚没找这么好的顾主啊 因为我的失误差点穿帮 她这个射恐人士 还出马给我兜底 我决定了 费用给她打气折 一旁的顾茜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她站起身一把 拉住了李亦凡的胳膊 阻止了她后面要说的话 李凡你喝醉了 各位抱歉 我男朋友应该是最近拍戏太多 分不清楚现实跟拍戏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 陈安先生出现在我的律所 之所以相识 不过是因为之前 她不知道在这里等了多久 两个女人面面相去 眼神中的火药味十足 沈竹心紧紧搂住我的胳膊 就差整个人贴在我身上 晚上寒气重 别感冒了 这才抬眸看向了顾茜 顾虑室友和指教 顾茜的目光一直落在沈竹心身上 嘴硬地开口 我想跟陈安谈谈 沈竹心轻轻扯了扯 嘴角嘲讽地打了她 怕是不方便 你的男朋友伤害了我的老公 他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是吗 我很道歉 那请问陈安先生本人 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接受我的道歉 我想说不要 但是这是确实要找顾茜 她之前帮我弄过那么多离婚协议 自然对我的所有前妻了如指掌 她今天出席在沈竹心的家宴中 不知道是有意 还是故意为之 我歉意地看了一眼沈竹心 你去外面车里等我吧 给我五分钟 沈竹心是个十大体的人 哪怕我感觉到她在生气 她握着我的手紧了紧 然后松开 整理了一下我有点凌乱的衣服 贴在我耳边轻声道 不用担心 我就在旁边 沈竹心走之前冷冷地扫了顾茜一眼 她刚走 顾茜就大步走了过来逼近我 陈安 你还不肯说你到底在做什么吗 三天前你才跟那个富婆提交离婚协议 现在又陪你的前前妻出席家宴 你到底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听到这话 抬起头 看着她微笑了一下 见不得人的勾当 顾律师 你身为律师说话得负责 我又没有违法犯罪 也没有伤害到别人的利益 我不过是帮我的前妻出席个宴会吧 我怎么就算见不得人了 顾茜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交好的身段猛地靠近我 她迷蒙着双眼 金矿镜片下的毛子带着一丝了然 许久她像是看穿了我一样 一凡说你勾引制片人的事情是真的吗 我嘲讽地看着她 你既然觉得是真的 我说什么有用吗 如果你只是为了问这么没有营养的事情 那是我不奉陪了 我转身想走 结果顾茜拦着我 眼神纠结 你是故意的 故意为了让我吃醋才做这种事情的 陈安 你知道的 我只爱一凡一个人 你为我做这些事情 真的不值得 我沉默了 我承认我总是找不歉你离婚协议 是带着报复的意思 但我也了解她 她是不会轻易泄露的客户的资料信息的 哪怕是她亲近的人 不然李一凡早就知道我有十个前妻的事情 我对她真不带一点丝毫的情谊 就算是有 也只是当初 她婚内出国 却没有丝毫的愧疚 还拿出离婚协议丢到我脸上 说她要跟我离婚 说我只是李一凡的替身 那时候确实是有点失望的吧 毕竟我曾经以为她是我的救赎 结果她却用事实打我的脸 我就是个替身 李一凡在家宴上说的没错 我家欠下了高利贷 我从小家境富裕 我爸是做房地产起家的 也算是个大户 我大三那年 父亲的公司被查出质量问题 一夜之间公司被负面舆论压倒 投资商纷纷撤资 为了保证公司的运转 我父亲欠下巨额高利贷 但最后公司还是破产 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 抱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我爸在跟他们争执的过程中 高血压发作 直接没了 我母亲为了生活 逼得要改嫁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以此能补过债务危机 那时候的我自然不肯答应 甚至说了一些话刺激母亲 于是我偏激的母亲来到了我的学校 从我们教学楼一跃而下 摔得粉身碎骨 那时候我才知道 自己的梦想算个屁 家人都没了 我浑浑饿个度日 父母身亡 债务还需要偿还 我想火 我想演戏 赚钱还债 但我没有那个运气 那时候顾倩像一道光 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他给了我很大一笔钱 只需要我跟他结婚 我一心一意地对他 拿他当救赎 可结果呢 我看着顾倩笑了笑 你就当我做这一切事情 都是为了你了 但我还是希望你替我保密 我需要钱 很多钱 当初你欠我了 这就当做还了吧 以后我不会再麻烦你 我离开了花园 沈竹心正坐在车上等我 他见我情绪不好 也没有多问 主动提出他开车 你还好吗 抱歉 今天差点搞砸了你的家宴 是我失职了 我嬉笑着说道 沈竹心微微弯起了嘴角 伸出手为我体贴地系上了安全带 放心 一分钱都不会少 今天让你面对流言蜚语 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多不偿你 我就喜欢他们这种有钱人 一言不合就开始用钱 弥补受伤的心灵 真是个好品质 你父母太犹豫地开口道 他们早就过世了 不重要 我下次会尽量给自己 编造一个完美的家庭背景 不会再出错了 沈竹心猛地杀住车 他深呼吸了一下 摘掉了白色的手套 侧头看向我 目光认真又虔诚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对你还是太不了解了 陈安 我想多了解你的事情 可否给我这个机会 我愣了一会 反应过来 好的 我这就把我的资料 再次发你手机上 放心 我一定事无巨细 我们提前打好掩护 今天多亏你帮我兜底 沈竹心皱起了好看的眉头 似乎有些生气 我不是想调查你 陈安 刚刚那个吻 我知道你是故意作戏的 想让姑倩不要纠缠我 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自作多情 觉得你喜欢我 沈竹心没有说话 空气凝固了片刻 我想要打开车门 结果却发现打不开 我诧异地看向他 下一秒他清冷的脸 向我靠近 满脸通红 艳丽的红唇离我很近 但在半空中停住了 那个吻是认真的 不是作戏 我惊讶地看着他 车里的气氛变得有些暧昧 他见我没反应 咬了咬嘴唇 一脸郁闷地说道 陈安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我正想说话 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但刚好到小区了 我到地方了 谢谢你送我 9号前期 9号 对 在你前面还有8个 沈竹心正在继续追问 我已经下了车 开玩笑 行业第一条 不能跟雇主产生私人感情 影响赚钱速度 这是一个搞钱的事业批的 专业素养 家宴的事情是个小插曲 但也给我敲响了警钟 我这些前期的关系 要马上处理好 不然下次可能 就没有那么容易通关了 于是我终止和之前 1234 5678号前妻的合同 虽然没有了 额外的收入来源 但其实我其实也赚的不少了 只需要将10号前妻 摆又微 跟9号前妻 沈竹心家里的事情收尾 相信我家那些债务 应该也能彻底还清了 说实话 我也很不理解 这些前妻长得漂亮又有钱 怎么就这么不乐意找男朋友呢 找人假扮老公 也是有钱烧得慌 但我也感激这些富婆姐姐 只要不突破底线 不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都干 直到我收到了8号前妻的邀约 她约我吃饭 她说自己是个很有仪式感的人 就算是终止合同 也需要有个散伙饭 我没有怀疑 8号前妻是个小演员 在我所有的假前妻中 算是最不出色的一个 但她为人圆滑 说话好听 还长了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她跟我假结婚的原因也很奇葩 只是因为她暗恋的男神有了对象 她这个舔狗不服气 要拿结婚证打男神的脸 所以她通过关系找到了我 跟我假结婚 她平时也很少找我 我们的婚姻关系维持了不到一周 就迅速的领了离婚证 我本来还犹豫应该断绝联系的 直到对方开出一百万的丧活费 牛啊 吃一顿饭竟赚一百万 有钱不赚王八蛋 我喜滋滋的盛装出喜 只求留个好印象 结果她说自己是个明星 怕狗仔发现 所以让我直接去她家 并且发来了地址 我不也有她 明星嘛 名气越小 谱越大 都这个样子 我戴上棒球帽口罩 伪装成外卖员的样子 混进了她家 刚敲门 八号前妻就将我直接拉了进去 屋子里面没有开灯 她还提前准备好了 烛光晚餐 还有牛排红酒 而她身上沾满了酒气 扑倒在我的怀里 我皱了皱眉 避开她的手 谢谢你的安排 但我不爱吃牛排 抱歉啊 我对浪漫过敏 八号前妻微愣 不过很快可爱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笑语 她靠了过来 用脸蹭了蹭我的胳膊 哥哥 我今天不高兴 你陪我喝几杯呗 喝酒可以 但醉酒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负责 我坏笑地推开她 换了鞋坐到餐桌旁边 她撑着下巴看着我 哥哥 你好忙啊 我约你好几次都不出来 是不是除了我 你还有其他的客户啊 客户室友 我就算三头六臂也招呼不过来 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八号前妻给我倒了一杯红酒 叹气道 其实我也是个可怜人 混娱乐圈这么久 但却没有火的希望 嘶 怎么说 我能听到点什么八卦 我一口喝下红酒 顿时感觉这酒后劲有点大 八号前妻却凑了过来 露出傲人的事业线 哥哥 要不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火 我吉里呱啦跟她说了一大堆 被灌下不少的酒 知道她突然开口打量我 哥哥 你到底有几个前妻啊 你说我也凑那么多前妇 我是不是能火一把 哥 也就十个罢了 说完这句话 我突然脑子清醒了一下 不对 有猫腻 我咋觉得这把好像是在套我的花呢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要走 她却从背后突然抱住我 怪笑道 十个这么多呀 哥哥可真了不起 他说完这句话 我整个人就头重脚轻 直接栽倒在地上 而他也不客气 飞快地脱了我的衣服 贴在我的身上 做出衣服我欺负了他的样子 你说我现在要是告你强奸未遂 你要做几年啊 我顿时脑瓜子一紧 迷迷糊糊之间 我发现卧室里面走出来的男人 他手上还举着一个手机 像是在录制视频 泽泽 全安 你可真会玩 十个前妻 你应付得过来吗 是李一凡 他算计我 我倒在地上 努力地撑起身体 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了旁边的八号前妻 他做贪手的无辜状 对不起啊 前夫哥哥 男神要我帮忙约你出来 我总不能拒绝他呀 好家伙 八号前妻竟然是李一凡的舔狗 冤家路窄 常在路边走 哪有不是邪的 我算是玩脱了 我一边周旋 一边冷静倒 你想先人跳 李一凡 我可什么都没做 就算你想陷害我 也毁不了我 李一凡把玩着手机 讨讽地看着我笑 是闹不出什么来 但是要他们都知道 你前头有那么多的前妻 你说还会不会死心塌地的喜欢你 你说你凭什么 你长得不如我 也没有我活 你凭什么找的前妻 个个都那么优秀漂亮 还对你死心塌地 他们肯定是被你的表面欺骗了 当年顾欠就是 现在的白右威 沈竹心都是 他们不知道你到底有多恶心 我现在就要当着他们的面 拆穿你的真面目 知道你就是个无耻的强奸犯 我觉得此刻李一凡是真的有力 以为搞个仙人跳 就能栽赃陷害我了 行啊李一凡 你可以打电话 叫我的前妻们都过来 但前提是你不能报警 反正我现在有把柄在你手上 没必要闹到撕破脸 对不对 此刻8号前妻的发现了我在打电话 直接抢走我的手机 用我的指纹解锁 翻开了通讯录 一凡 他通讯录上只剩下了几个人 应该都是他的前妻 要不要把他们都叫过来 李一凡大概也知道 就这点证据 就算报警也只能拘留我几天 到时候我还得拉他下水 门外齐刷刷的响起了敲门声 李一凡已经想好了 怎么诬陷我的台词 结果门一打开 三个女人出现在外面 白又威 沈竹心 甚至还有顾倩 白又威二话不说 一把推开李一凡 进屋就嚷嚷 我老公呢 我老公要是少了一根好毛 我就收购你们公司 把你血藏 让你永远拍不了戏 沈竹心身上穿着一身白衣 戴着白色手套 他脱下手套 冷冷地盯着李一凡跟8号前妻 听说我先生在你们这里 我现在来带人回去 顾倩盯着他们两人一眼 没说话 直到两人不满地看向他 你也是陈安的前妻 你不发表点什么话 顾倩扫了我一眼 随即扶了扶耳边的碎法 开口 如果需要法律援助 找我 李一凡气得眼睛通红 面目扭曲 几人正在僵持着 我歪倒在客厅的沙发上 举着胳膊道 前妻们 我在这里 捞我 白又威第一个赶过来 贴心地摸着我的额头 你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对你 做什么这样那样的事情 这种事情应该得看我 我暂时没做过 沈竹心不爱说话 但他爱行动 他费力地将我从地上扶了起来 一脚将旁边的八号前妻给踢开 甚至有洁癖的他 无视了我身上吐出的脏水 一点点地帮我擦拭嘴角 我很感动 沈竹心的眼神 冷冷地扫过在场的几个人 你把我们叫过来做什么 李一凡猛了好一会 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八号前妻拽了拽他的胳膊 他才如梦初醒 顿时道 我联系你们 只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这个陈安欺骗了你们 他除了你们 前套还有很多前妻 你们只是他的九号 十号而已 你们不感到生气吗 这个男人跟你们结婚 就是为了骗你们的钱而已 他不择手段 是个见钱眼开的人 你们都被骗了 在场的前妻们没有一个人说话 全都沉默了 我歪在沈竹心的怀里 贪婪地呼吸着他身上好闻的香水味 用同情的眼神看向李一凡飙演技 李一凡还以为他们都被震惊了 得意的 我也算是做好事 帮你们揭穿他的真面目 我身旁的这个 也是被他给骗了 他半夜奔前妻的家里 试图强奸人家 听到这话 顾欠第一个皱眉 他大步走了过来 转身试图想把我从沈竹心的怀里夺过去 可惜他小瞧了一个医生的臂力 抢不过去 他便将这脸拽着我的手腕 陈安你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深更半夜出现在这个女人的家里 一旁的白又微也凑了过来 脸上不认同道 陈安哥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家的连个82年的红酒都没有 你跑这么的穷地家来喝酒 你把我家的私人酒庄放到哪里了 沈竹心也难得的柔声说道 喝酒伤身 我刚下手术台 你喝醉了 我照顾不了你 会让我担心的 看着前妻们一个个的比我还会装 我顿时觉得自己训爆了 我试探到 我知道错了 站在一旁的李亦凡像个傻子一般 帅气的脸差点垮掉 他不可置信的盯着这几个男人 你们是不是疯了 还是我没有说清楚 他陈安 背着你们同时找好多女人鬼混 你们不生气吗 沈竹心听闻 眼神一灵 李先生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几次恶意重伤我先生 他在我的心中是最好的丈夫 是完美的男人 希望你的恶意不要那么大 我不想还有下一次这种事情发生 不然我必定采取法律手段 听到这话 一旁的白又微不乐意了 这位大姐 纠正你一点 陈安哥哥现在是我的老公 你顶多是他的前妻 你把我老公放下来 至于这个女人诬陷抹黑我老公的事情 我会让我家的律师给他发律师喊的 顾倩 我是律师 好家伙 整齐活了 李一凡可以说是大跌眼镜 他想象中的我被抛弃 被咒骂 一件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表情逐渐的扭曲 愤怒的重复道 你们是不是都疯了 他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 这个男的是个不要脸的强奸犯 话音刚落 顾倩就直接一巴掌 就甩在了李一凡的脸上 李一凡整个人都被打猛逼了 顾倩就没呵斥他 一凡 我跟陈安的事情早就到此为止了 你不要再找他麻烦了 做这种事情 真的很掉家 你是个明星 你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拍好戏 怎么演绎一个好的角色 而不是跟个女人一样 争风吃醋 说得漂亮 我第一次见到顾倩帮我说话呢 我勉强站稳 看向李一凡 我不知道你对我为什么那么大的论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当年我跟顾倩是正常恋爱 我没有翘你墙脚 是你们自己把我牵扯进来 你们的事情 你们处理清楚 至于我跟我的前妻的事情 你也少管 我跌跌撞撞地站起身 准备帅气地走掉 白又威跟沈竹心二话没说 一左一右扶着我就出去了 走之前白又威 呸了八号前妻一口 你真丢我们前妻的脸 当这个男人的舔狗 迟早一无所有 八号前妻委屈地差点哭出来 别看我走得挺潇洒 刚到楼下 就吐得稀里哗啦 沈竹心体贴地拍着我的后背 白又威盯着沈竹心 又看了看我 陈安哥哥 这就是上医院客户 你挺会挑人啊 前妻哥哥都是美女 能凑几桌麻将了 还有那个律师怎么回事 我吐了之后好多了 我看了他一眼 那是我一号前妻 不是客户 白又威收起了甜美笑容 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劲 我摆了白手 今天谢谢你们了 是我失策了 没有想到八号前妻阴了我 他竟然是李亦凡的舔狗 我刚想跟这两人说拜拜 结果两人都打开了车门 盯着我 同时开口说道 我陪你回家 我送你回家 两人都看向对方 弥漫起来的火药味 似乎即将点燃 这两人什么情况 前妻们都假戏真做了 可不带这样玩的 我可是事业呸 要不咱仨坐一辆车 沈竹心没有说话 嘴角抿成了一条直线 有些生气 他冷眼扫向了一旁的白又威 我不喜欢跟陌生人一个车 白又威夸张地说道 我是陌生人 我琢磨了一下 沈竹心是有些小洁癖 白又威这个人大大咧咧的 确实挺吵的 于是我道 要不竹心你送我回去 他冷冽的脸顿时温和了下来 温柔地扶着我 好 说着将我扶上了车 留下白又威一个人 站在路边气得跺脚 不带这么晚的 陈安哥哥跟我还在冷静期呢 我发现最近是有点古怪 虽然说我拿前妻们当客户 但他们似乎不这么想 自从知道对方存在之后 白又威跟沈竹心两个来找我的频率 就果断地变多 白又威也就算了 反正他也是个喜欢玩的附加千金 估计是觉得好玩 掺和一脚 我对他没有想法 只拿他当朋友 但沈竹心不一样 我跟他的婚姻时间维持得最长 他平时也很少说话 每次约我都很温柔体贴 他是医生 自然有些奇奇怪怪的怪癖 我都能理解 他也算是我最有好感的一个前妻 但我知道 我跟他之间不可能 我们只是交易的关系吧 我根本配不上人家 自从那天晚上的事情结束之后 李亦凡算是彻底消停了 我也打算彻底收手 算了一下银行卡余额 准备隐退 换个城市生活 跟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说拜拜 结果顾倩却隔山差五的买一堆东西送过来 我不懂他的意思 他却高冷的解释道 补偿 精神损失费 你想怎么理解都可以 能换算成钱吗 你你就这么爱钱 所以一凡的说的是真的 你就是为了钱跟那些富婆结婚 成为人家的玩物 对啊 是这样 我吃笑的看着他 顾倩瞪了我一眼 生气的走了 我将他的手机微信全部拉黑 一个月后 冷静气刚过 我就跟白又为领取了离婚证 他依然不死心的问我 眼眶微红 我有钱 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你 你真不考虑一下我吗 我们可以现在就去复婚 把假的做成真的 我笑眯眯的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钱赚够了 见他一脸的失望 我忍不住道 你仔细想想吧 你不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 你只是知道我了有众多优秀的前妻 看到别人都在追我 才引起了你的兴趣 你对我只是好奇 还有所谓的征服欲 有感情 但并不多 更何况 你不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白又为盯着我 苦笑了一声 在你眼里 我就是那种庸俗的女人吗 处理好了跟白又为的关系 我确实安静了一段日子 但没过多久 各大视频网站 开始流传一个小视频 上面有人偷拍了我那天 在8号前妻家抓马的场景 三个女人为我争中吃醋 一时之间被顶上热搜 我火了 黑红黑红的 别人都叫我时间管理大师 还有人扒拉到我的社交账号 追问我怎么同时 追到那么优秀的前妻 让我出教程 开玩笑 这教程出不了 我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 有求教程的 当然也有黑红 有的人扒出了我的身价底细 有考究党的调查出了 我短短一年离十次 还有我父亲当年公司破产 我妈跳楼的事情 顿时我被推上舆论浪间 骂我的人开始不计其数 尤其多的是男人 觉得我玩弄人家女生的感情 大部分应该是极度心理 玩弄感情 我可跟人家都是清清白白 顶多就拉个手 嘴都没亲过呀 我压根没有当一回事 倒是沈竹心第一个 打电话过来问我 要帮忙吗 不用 倒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会处理好的 他在电话那头顿了顿 欲解温柔的声音 好一会才传来 不管如何 我都在 我心里微微一动 谢谢你 这视频应该是李亦凡放出来的 我本来想追究 想想也没有什么必要 我也没违法 顶多是没有道德 结果当天晚上 李亦凡就给我打了电话 那视频不是我放上去的 是你那个八号演员前妻 我已经在圈子里封杀他了 我跟你说一声 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 还有之前的事情 我跟你道歉 我诧异李亦凡转性了 结果他在挂断电话之前 突然咬牙切齿的 你渐渐顾歉吧 他根本忘不了你 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的替身 现在看来 我还是不了解他 我输了 输给你了 他挂了电话 我若有所思 忘不了我 可笑 我将这一年 挣来的巨额外快 挥入了债主的户头 看着了清所有的债务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好像未来终于属于自己了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我订了第二天去西藏的票 当天晚上出门倒垃圾的时候 我看到了顾倩 他身上的职业套装有些凌乱 露出的白色衬衣 包裹着娇好的身材 见到我 他眼眶微红地冲了过来 身形亮强 陈安 我错了 对不起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冷静地盯着他 仔仔细细地打量他的眉眼 轻笑道 抱歉 你只是个替身 他惊恶地看着我 我淡定地挥开他的手 这句话还给你 一号前七 我们的关系早就结束了 谈不上原谅不原谅 扯了回去 一抬头 是表情高冷的沈竹心 他的脸上表情微冷 顾律师 你身为个律师 应该有点职业道德吧 陈安不喜欢你 你就算勉强往前凑 也不会喜欢你 还自调身家 说完 沈竹心手腕一用力 顾倩吃痛地松开手 吃惊地看着沈竹心 你怎么在这里 沈竹心看着他轻笑 一边摸出消毒湿巾 一边擦拭我被顾倩碰过的脸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能来找陈安 我就不能来 顾倩冷笑一声 虚情假意 我都知道了 你们只是逢场做戏而已 你给陈安的钱 我能出三倍 结果下一秒 沈竹心一巴掌 就甩到了顾倩的脸上 他不可置信地盯着沈竹心 你凭什么打我 难道我说错了 沈竹心轻笑 嘲讽地勾起嘴角 昏黄的路灯 照射在他完美光洁的下巴 他轻轻地开口 难怪陈安这么讨厌你 因为你这个人确实恶心 对于初恋 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心 对于陈安 你没有做好一个妻子的责任 你甚至觉得钱能买到他的真心 我很讨厌你 因为你曾经得到过他的心 但你没有真心 现在又跑来说后悔 顾倩 你觉得你配吗 顾倩错愕地盯着他 又看向我 我面无表情 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此刻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上前一步 伸手握住了沈竹心的手 抬头看向他 竹心说的没错 顾倩 你总是那么自以为是 以为别人都要爱你 一旦有人不爱你了 你就觉得不舒服了 想要想回去 但是世间的事情 哪里都能如你所愿 顾倩 别救场我了 顾倩没有说话 整个人失神落魄 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然后看向身旁的沈竹心 笑容勾起 上楼帮我收拾行李 沈竹心握住了我的手 投入我的怀里 好 不过下次到垃圾 我得跟你一起 遇到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你都对付不了 我甘笑了两声 沈竹心叹了口气 没有多说 跟我食指相扣 没有过多给狼狈的顾倩一个眼神 转身拉着我上楼 沈竹心的手心很温暖 我微微动容 抓紧了他 万家灯火 不足身旁一人的温度 他走在黑暗处轻声问我 所以你跟我复婚吗 你不嫌弃我是个吃软饭的男人吗 我道 他身心一顿 深吸了一口气 什么时候跟我讲讲我前面六任的故事 我道 成 等你心情好的时候 他看向我 语气温柔 我现在心情就很好 我惊讶地看着他 目光却坠入他宛如璀璨星辰的眼眸中 他接着说道 所以抱我回家 其他前妻都给我忘光